身材酷似蜻蜓 不 确切地说酷似一台龙门架 可以轻松调起超过自身重量的货物 单次运输士兵90名 整个越战期间回收各类损坏飞行器380架 以上功能和精力 形容的如果是一型地面工具 或者说一型运输机 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如果形容的是一架直升机 那就多少有些离谱了 CH54是一型双发单奖重型起重直升机 民用编号为S64绰号空中吊车 美国军用编号CH54绰号塔赫 这型直升机机身怪异 看上去就像肚子被切掉一样 宛容一台健身房常见的龙门架 驾驶舱位于龙门架的最前端 搭配瘦长的机身 使整架飞机都充斥着一种极端的反向协调 实在是太抽象了 然而就这样一架造型奇葩的直升机 却让美军在上个世纪的战场上 占尽了先机 越南战争 美国陆军一口气采购105架S64 并将其更名为CH54 随后 这架由商转战的CH54塔赫 开始往返于美军前线地面部队 与后勤战场之间 垂直起降是直升机的基本特点 较固定翼有很强的通用性 然而CH54塔赫并非普通的直升机 凭借长达21.9米的螺旋桨直径 它可以用不到9吨的身体 轻松吊起同等重量的货物 极限吊载能力更是高达11吨 在越南战区 CH54塔赫不仅可以快速机动部署M101榴弹炮 还能空运推土机和巡逻船 这样的大型特种车辆舰 除此之外 对于美军那些因各种原因选择迫降的飞机 CH54塔赫更是勾着就能走 比在海上钓鱼都显得轻松 据报道 整个越南战役期间 仅通过CH54塔赫回收的各类飞机 就达到了380多架 为美军直接节省了近5亿美金的运输经费 特别是北越和南越之间的飞军事区 根本无法依赖地面路线完成运输不计 只能通过空中支援 因此CH54塔赫就成了这些区域 主要的支援和运输单位 非军事区虽然不是战场 但是一般离前线都不会太远 一些北越人就会钻这个漏洞 专门丢到非军事区 对美军已经着陆的空中单元进行偷袭 被摧毁几架CH54塔赫后 美军迫不得已 给这台龙门架直接装上了一枚1万磅的炸弹 意思就是 只要在降落区附近发现有北越人 就可以用这枚炸弹先进行清场了 那么作为重型运输直升机 CH54塔赫不仅能从陆地和海上 打捞各个类型的坠毁飞机 还可以把货物直接固定在 龙门架的中心脊柱上 到了目的地后 货物再以上下脚车来实现装卸 以此来减少甚至是完全消除 向前飞行使的钟摆效应 除了外部战场 陆军国民警卫队也曾使用CH54塔赫 执行的各种军事和民用任务 比如在阿拉斯加钓鲸鱼 钓天线塔 钓小木屋 钓空调外机等等 特别是钓天线塔 起码火力军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确实是惊呆了 完美 高效 这个就叫专业 较以上任务 陆军国民警卫队用CH54塔赫做更多的 是运输那些不适航 或者即将退役未拆解的各类飞机 飞机没有被拆解的情况下 翅膀会占据很大的运输空间 而CH54塔赫原本被削掉的兔子 则刚好可以容纳更多的吊装缆绳 以实现对大型货物的平稳运输 1993年1月10日 历经最后一次军事飞行任务后 CH54塔赫正式退出了军事用途 由于在军用期间 性能格外脱出 被民用运用商一扫而空 几乎在短短的一年内 CH54塔赫就遍布了美国 韩国 哥伦比亚 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民用领域 其中美国俄勒岗中心点 以CH54塔赫为主要飞行器 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S64直升机机队 该机队为CH54塔赫配备喷水设备 有些还配备泡沫 以及消防凝胶 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消防任务使用 在军用领域 CH54塔赫分为CH54A和CH54B 两个型号 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有效载荷为10吨 后者则达到了12.5吨 因此 大家就给了CH54塔赫另一个昵称 吊一切 在本期节目之前 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 甚至说非常渴望得到这架 能吊一切的重型直升机 不仅对于个人 截止目前很多国家也是求贤若渴 虽然CH54现在已经停产了 但是它的生产过程并非什么机密 努努力或许还是可以仿造的 CH54的研制工作 可以追溯到希克斯基早期的 空中起重机直升机项目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 搭载活塞发动机的 希克斯基S60 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陆军开始寻求一种 CH37木赫尾的后继者 CH37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突击运输直升机 属于早期的活塞发动机重型直升 在看到美军的需求后 希克斯基公司就将已经在开发的 希克斯基S64 SkyCream 一种专为外部大运载有效载荷设计的 民用重型悬翼机 直接推荐给了美军 在美军的要求下 希克斯基与美国发动机制造商 普拉特和惠特尼合作 换装了JT-12涡轮喷气发动机 并采用全新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所谓的飞行控制系统 实际上就是一种电船操作装置 可以使后向的机组人员 以10%的控制权 控制悬翼机的抚养滚转和偏航 此外 较民用版的S64 改进型的起落架被设计为贵式 这样装载货物的时候 也会更加容易和便捷 在进行多方面改进的同时 希克斯基还尝试着 让运载方式尽可能的多样化 比如他们设计了一个 专门用来运载人员和散装货物的吊舱 节目开头 我们提到的一次运载90人 包括3名机组人员和87名战斗部队 就是以这种运输方式实现的 也是CH54运人数最多的一次 1962年5月9日 CH54三架原型中的第一架 进行首次飞行 1963年6月 美国陆军宣布正式采购 经相对短暂的测试和评估 很快在越南投入使用 截至2014年 CH54仍然保持了 它在1971年创下的 直升机平飞最高高度记录 11000米 以及直升机最快爬升至 3000、6000、9000米 三个高度的速度击落 关于CH54的大致资料 就是上面这些了 可以说无论是发动机 操控系统 还是其他设计 都不是什么绝对机密 对于一些工业体系成熟的 大国来说 完全可以仿造 或者说是可以重新设计 研发类似的产品 比如解体之前的搜联 包括德国在内的 欧洲部分国家 日本等等 它们的工业体系 可以满足CH54 这类大型直升机的 研发和生产 至于是否生产 那就完全取决于 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了 毕竟CH54比U11型 通用直升机 要贵上七倍之多 而且维修成本 还居高不下 这是美军将其提前 推移的核心原因之一 当然了 对于一些技术落后的国家 那就不再是 简单的需求问题了 就算它们不差钱 也非常需要 受制于其工业和技术 它们可能看着图纸 都造不出来 并且维修在这种 一字幕就会 并且维修在那边 移植 并且维修在那边 变成本 有趣的 并且维修在那边 在这边 优优独播御 也不复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